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再点这个 他有时候会 他有时候就这样子 他会偷看东东 他会在这边偷看电脑 哦 有时候啦 怎么都是玩具啊 呃 不知道 看一下我看你的情况 他念书 然后照片 他去了这么多地方啊 对 那他刚刚寄明信片给你吗 就 寄这么多张啊 这个是东大士吧 就 这张 他刚刚给这张和 这张 蒙古啊 他住帐篷啊 他回来了没 回来了 他不在念书 他在干嘛 啊 喂他吃东西吗 他在吃 他在吃东西啊 好 早餐 咖啡 这个是拿铁 你说这家叫做 洋人墨水对不对 新的 然后 面包 他在吃东西 我费 他在脑袋 等下 特殊 我产生 他在 他在 我 他在 我 他在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喂喂喂喂 你在家啊 我要送東西給你啦 我想你又不在了 十二點五十三 我去又要來送貨 我老婆有東西要給帳門 好 謝謝 一點 一點 竟然又下雨好煩喔 一點 好 5台是黑色,這都有人訂,全部都有人訂 然後聽說過年前都沒了,都沒了 剛剛宅配放門口,我以為是滑板的套件 所以我跟他講說你丟門口就好 結果沒想到是空拍機 剛去趙母娘那個她給我 每次都這樣,東西拿去給她就要給我東西 老人家都這樣 今天到辦公室主要任務就是先來開箱Murby Air 然後明天下午如果滑板的套件有大的話 明天再來改倒板 我這兩個假日一直到過年都會很忙 然後好,就這樣 剛剛開始開箱之前呢,因為很口渴 我就想說我想喝一點東西 那我這個有一個冰釀 冰釀的咖啡蛋器放在冰箱 可是它是很冰啊,很冷對不對 就煮了熱水 然後煮熱水之後把它加進去 把熱水,我先放熱水 熱水放進去之後呢 我再把 淡氣的咖啡打進去 就變成這樣子 稀釋過後的淡氣咖啡 因為本來淡氣 本來冰釀咖啡就比較濃 然後這樣稀釋過後啊 口感不錯 就是不會那麼濃 然後那個泡泡因為 跑到熱水去之後它會冒上來 就變成上面一層泡 喝起來不一樣的味道 不一樣的你們可以試試看 如果你們有這個東西的話 好 真的要開箱 因為其實我是在想 那個Mavic Air我要怎麼去開箱 因為已經很多人都開箱了 那我想別人都做過的東西 你在做也沒什麼意思 大家也看得差不多 所以我還沒有什麼 還沒有什麼點子 反正待會看就是 小姐你好 我這邊是你們契約客戶 因為司機電話都聯絡不上 我想問一下今天有沒有辦法來收件 今天 我在板橋文化路這邊 你剛剛打給司機是哪一個啊 然後他就 打到後來就轉到你這來了 因為我今天比較晚 因為這次今天比較晚 你是哪一家客戶 你有幾件 我有五件 好那我再跟他講一下 因為我昨天有跟他說 然後他跟我說叫我中午前 我說中午前我沒辦法 我說不然我下午打電話給你 但是我下午打給他 電話都沒辦法通 而且我們用我們這邊的平台 傳訊息給他 請他過去收 好OK我有五件 好已經包好了 OKOKOK謝謝拜拜 五件Mavic Air我要寄 那司機昨天 跟我說他今天沒辦法來 他剛打電話轉到總機去了 不管我還是請他幫忙 對啊 因為我如果今天不寄 禮拜一在寄啊 禮拜二不一定會到 然後很多人的地址是寫辦公室 萬一禮拜二沒到不就慘了 對所以今天一定要寄出去 好吧 接下來的時間我們來開箱 Mavic Air 五安 禮拜六的下午 這台是我的 第一台Mavic 但是他現在的功能就只剩下 對 電閃 這是他的遙控器 這是全世界唯一的一台 Mavic 電扇 那在開箱之前呢 我來講個故事好了 其實這台Mavic是我第一台Mavic 去在2016年的10月11月左右 那時候開箱 我那時候對這台Mavic 非常的喜歡 然後也飛了一陣子 一直到2017年的4月 然後在新月橋 因為自己的疏忽跟大意啊 因為那個地方很多的天線 那種電塔天線 我就這樣飛 然後為了要拍那個新月橋的景啊 那我犯了一個錯誤就是 我對那裡地形不熟 我就飛到 飛出去之後 就撤飛 拍新月橋 再回來的時候 也繼續撤飛 但是在那個 岸邊有很多的高壓電線 撞到電線 掉下去 對 這也是很多新手發生的問題 就是撤飛 撤飛 或者是以Mavic的話 就是撤飛跟後退 造成的危險 他摔機了 那摔機之後有一些故事啊 那些故事 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我資訊卡這邊我會放 那 他掉下去之後呢 沒多久 這台 SPA發表 好 你們可以看到我目前的空拍機啊 我沒有大台的 為什麼 因為我不喜歡大台 我就是喜歡體積小 所以 Mavic壞掉之後呢 我一直以為 SPA可以取代 真的 我真的很希望SPA可以取代 Mavic的工作 因為我就是喜歡這麼小 我可以帶著 可是 真的入手SPA之後 我也飛了一陣子了 但我覺得他 他還是有一些缺點 就是 沒辦法折 不好收 你一定要放在一個 他的那個收納盒裡面 那再來就是 他的圖船 有點太短 有點太短 所以 以我們 我們不常飛的人來說啊 我希望能夠安心一點 如果每次飛出去 我都要擔心 他會不會被風吹走 或者圖船會不會斷的話 我覺得 我還是不太想飛 當然 以DJI來講 他的產品定位上 這台本來就不是讓你飛遠 可是你知道嗎 我們就是這樣子 拿到一台空拍機之後 近距離的拍攝 事實上是沒辦法滿足我們 我們一定會越來越挑戰更遠 所以才會有人 拍一些影片啊 衝到兩公里以外 衝到兩公里以外 他會覺得很棒很厲害 可是事實上 這是冒了很大的風險 那以我的個性來講 我只要覺得有風險 自從我掉了那台之後 我只要覺得有風險 我都不會去飛 所以 所以也就是因為這樣子 我 我好一陣子 就沒在飛 可是沒在飛 有時候 我們還是會有空拍的需要 例如說 我拍滑板啊 或什麼 我總希望有補一些鏡頭 所以沒辦法 我又買了這台 Mavic Pro 2號 單機版 其實如果再晚一點買啊 我可能會買 薄金版 Mavic Pro 薄金版 那可惜 它薄金版出得太晚 我買了這台 我買了這台 當然啊 我就不 不太會飛這台 因為 以穩定性來講 這台 高過於 這台 所以既然我有選擇 我一定是飛這台 可是 飛這台你知道 這台 雖然它 不算大 不算大 可是你知道嗎 以手機來講 以前的人的手機 大家是手機希望能夠 越做越精簡越好 之後來因為螢幕的關係 才會有大手機出現 不然早期的手機是 越小之越貴 越小之越貴 那 這個也是一樣 這個 老實講它 好飛 拍出來的品質也OK 但是就是 攜帶上面比較麻煩 還有它的雲台太脆弱 所以 在這種情況之下 Mavic Air的出現呢 真的讓我很期待 接下來我們就來開 Mavic Air 我這台是白色 本來我很猶豫 我要白色或黑色 但紅色 因為沒有貨 我暫時不考慮紅色 但後來我決定還是 白的好了 為什麼呢 因為 白的貨比較多 OK 這裡面的樣子 拿到是這樣子 一二 好 這是它的C型包 這個 Air應該放裡面 那這是它配件 配件從這裡開 說明書就不看了 這個是副獎 那這裡是說明書 先放旁邊 這C型袋還蠻特別的喔 它的 我本來以為是這樣子背啊 對不對 可是 它這裡卻是 這樣子 好像沒有什麼人介紹過C型袋 我們來先看 C型袋 這樣子 然後 可是它這邊 它這裡很特別的地方是 我覺得它這袋子有設計過 有設計過 比當時的Mavic Pro的袋子 還有設計感 原因是在於 這裡 它這裡可以這樣子開 從後面喔 側面這樣子 開之後 這裡有拉鍊 所以它可以 可以擴充耶 這裡還可以放東西 然後 這邊 拉開後面這邊可以放 可以變成立體包 這樣子 可以放 然後 一般我們都會從上面開 上面開是這樣子 那我這是Combo版嘛 所以會有三顆電池 遙控器 那這裡有個隔層 打開來 電池管家 這次設計很聰明 是用這種 打開 可以充四顆電池 電池管家 一顆電池 那預設電池都是鎖住的 所以你按是沒有電力 沒有電力 你必須放到充電座 做激活 兩顆 變壓器 變壓器的線 袋子 把袋子先放旁邊 那這個裡面呢 應該是 講的一些配件 這個是 可以把電池轉做 行動電源的 轉接頭 其實以前Mavic也有 但是 老實講 有我沒用過 可以把這個當成行動電源 那行動電源幹嘛用這麼好的東西 當行動電 不過當然這個 設計的用意是好的 這個是 Type-C的 充電線 另外有 另外有那個 Micro USB 反正就是配件 配件 線材配件 這都是遙控器在用的線 另外附了 兩套獎 兩套獎 因為它四個嘛 兩套獎 配件就是這樣 這裡面是一個 Type-C 轉USB Micro USB 跟兩顆搖桿 這我懶得拆 不拆 這樣配件 遙控器 拿到東西的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把所有的貼紙 通通拆掉 拆掉 遙控器只有一張 然後遙控器的搖桿 大家看到之前發表會都有介紹 放在裡面 那電源一樣 按這裡 都一樣 都一樣 那這個是 護獎 護獎圈 那這個就主體啦 那這邊有WIFI的密碼 假設你要直連的話 直連的話 有WIFI密碼 通常我不會直接 我不會用手機飛 我一定不會用手機飛 我一定要用遙控器 那我覺得這一次 我很喜歡這個包的設計 在於 它這裡有一個這個 然後我平常啊 我平常這裡都會準備一個掛鉤 所以 這樣掛著 這個 然後電池 帶著 我這樣就可以出去飛 遙控器 電池 講半天還沒看到這個 因為你們都看過 好 所以就快速帶過去 白色 白色 真的 真的小 你看 兩根手機比起來 跟Sansung的S7 Edge 那我說過啊 我本來想要黑色 後來我選白色 一來白色比較多 那大家都要黑色 好啊 就給大家 我就留白色 還有一點就是 其實白色啊 我可以在上面做花樣 貼一些 這個 碳纖紋 來做一個金色好了 待會開箱完我再來弄 接下來我們來數數看一下總共有多少貼紙 剛剛遙控器有一張貼紙 我們現在把它打開 打開 先打開 我們開始來數貼紙 首先 這裡 這裡 左前臂有一張 右前臂有一張 但是它有帶QR code 這邊上面這裡也有一張 這應該是保護作用 保護這個金金屬的紋路 因為你折過來的時候啊 你這樣子折上來 折過來的時候 這個槳這裡可能會 槳可能會刮到這 所以它有個保護貼在那 但我通常會拆的 正面四張 正面四張 然後側面 側面 側面沒有 下面這個電池 電池這裡有一張 所以就第五張 第五張 然後這個是雲苔卡扣 這個他有跟你講要拿下第六張 沒了耶 六張 好 那卡扣怎麼取下 這樣按下去 很簡單 就這樣子 裝回去 卡扣拿掉之後 你的雲苔就可以 動了 可是它的雲苔的動 不會像 不會像那個Mavic一樣 剛六張了 這裡還有一張 天線 七張 側面這個就不要濕了 這是你那個QR code Wi-Fi密碼 總共有七張貼紙 七張貼紙 然後像 這個拿在手上的感覺 這個雲苔你比較不會怕 它掉了 像我這台 雲苔就沒有了 這台掉到水裡 雲苔就壞掉 通常Mavic Pro如果掉 如果摔機 雲苔通常是最先壞 可是像這個 我平常卡扣必須卡著 我如果沒有卡卡扣 然後 它雲苔是鬆成這個樣子 所以 這個運輸過程中會 心驚難掉 所以你一定要記得卡 但是記得卡上去呢 又會 有人 起飛忘記拆 我把它卡回去 然後還有點 就是卡回去 真的很不好卡 有時候 有時候 裝不太準 這樣子 那它跟SPA差多少 剛好SPA也是白色 就這樣子 SPA SPA Mavic Air 看起來是SPA比較小對不對 可是當你把它摺起來 喔對有一點要注意喔 因為這是我們的習慣 通常 要收之前 你一定要先把天線摺起來 再收 天野摺起來再收 這樣 有沒有 SPA會多邊邊這邊 可是Air呢 就你整個手掌可以這樣子拿 我卡扣沒當 記得卡扣要卡 如果你要收起來的話 卡扣就是這樣子 這樣子喔 順順的 放下去就好 當然要對準的不要歪 我這樣順順的 放下去 壓一下卡扣一聲就好 這樣就可以 然後拿下來 這樣子壓著 就拿起來 對 好 好 這個是 簡單的 喔 真的是開箱 可外面下雨啊 沒辦法出去飛 所以呢 我們現在就來 設定好 補充一下 就是 MAP Air跟SPA都一樣 都是把記憶卡跟充電都放在後面 後面這邊 那台灣公司或是沒有附記憶卡 所以記憶卡要自備 那這邊是一個 Type-C的充電插孔 那Type-C充電插孔就可以用這個充 如果你是買的是單機版 就是直接用這個充 可是你如果買的是 COMBO版 你就是用這個充比較快 用這個充比較快 那機憶卡是放在這個位置 那跟SPA比一下 一個是上開 一個是下開 但是都是在後面的位置 那它多了後避障 後視覺避障 那這次的電池呢 這次的電池是在下方 之前MARVI的電池是在上方 那SPA 從SPA開始改到下面 然後 Air也是在下面 那取下的方式 就從邊邊這邊 這樣拿下來 拿下來 好,電池 那看有沒有電量是按JK 可是目前因為還沒有激活 就是還沒有充電 因為待會要設定嘛 所以我們還是先充電 好,充完電之後 我們再做下一步 好,裝回去 然後你如果沒裝好啊 你會看到 紅色 紅色 如果看得到紅色 就會沒裝好 整個卡進去 會看不到紅色 你如果 紅色都在外面 就是沒有裝好 整個紅色看不到 才是有裝好 如果沒裝好 飛機也會偵測到 不讓你飛 好,我們先來充電 收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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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收後腳 後腳 然後如果天線有打開了 天線要收起來 通常剛飛完天線一定要收 然後關 關過來 關過來 然後槳會變成這樣對不對 你不要從這裡 硬扳過去 你就這樣子 有沒有 這樣 聽他 一直卡到定位 他事實上是卡在 卡在這個下面這個 後腿上面 所以 如果你要 要 順一點的話 我覺得一開始應該是 先折後腳 然後再收前腳 好,這樣就收了 但是你要打開的時候呢 可以先開後腳 再開前腳 這樣就不會卡到 我再做一次喔 我再做一次 先收後腳 這樣卡住了對不對 那你要飛呢 先開後腳 這樣 好 很棒 好像把卡扣卡上去 這樣喔 因為他這裡是平的嘛 你就這樣平平的 進去 推到底 一聲就好 好了 接下來呢 我們來設定 因為我電池沖好一顆 我滿電 因為你在設定的過程 他會要求你 升級 但是升級 你的電池必須要 50%以上 所以保險幾天 剛才先沖保一顆 那這兩顆還在繼續沖 那你有沒有發現 換顏色 割的不是很漂亮 但是我覺得OK啦 反正 這個地方不會直接摩擦 然後又可以換色 反正我現在是金色吧 改天我可以變紅色 反正要什麼色 什麼色 所以這為什麼我說 我說白色OK啊 因為白色我還是可以變顏色 只是說邊邊 如果有人比較要求 讓自己去弄漂亮一點 可是我覺得這樣OK 有辨識度就好 金色的 金色的Mavic Air 那接下來是設定 設定那當然我們就要連線 那 先放個記憶卡 那記憶卡部分呢 我建議是使用運動相機專用的記憶卡 那速度比較快 還有容量呢 我個人建議是32或64 不要再高了 因為 你飛到天上去之後 會發生什麼事情不知道 可是有時候 你拍出來的作品 你如果來不及把它存下來就可惜了 所以我個人是建議 如果你那個 飛的那個 就是你要去那個地方 你飛的 拍的景色 假設很重要的話 你覺得丟掉你會很難過的話 我建議你每換一次電池 換一張卡 換電池就換卡 那這樣萬一飛出去不回來 你至少還有剛剛拍的那張卡的紀錄 還可以回憶一下 我個人是建議 所以你不用放太大張 那有些人說 這樣每次都要換很麻煩 那沒有兩全其美 要嘛就是 你如果有風險意識的話 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不會買太大張的卡 因為你進去丟就128G 256G 256好像不行 128可以 但是有點浪費 卡放進去 然後 把這個搖桿 拿起來 轉上去 那我推薦使用這個 御用涼拌 因為 用它 我就不用管我手機到底是幾吋 要不要脫殼 我從來沒有這個煩惱 但是你要用這個 記得喔 因為你 預設這裡是lightning 插在這裡 你這裡要拔掉 你如果不拔掉的話 你待會從USB這邊出來 會 訊號會不出來 然後把手機拔掉 放上去 放上去 然後把線接上去 因為遙控器 我剛剛沒充 遙控器有兩格多 應該是夠用 那先開遙控器 聲音長得不一樣 然後再來 打開 DJI GO 4 接下來是開電池 OK 要開之前記得 雲台卡扣要拆掉 雲台卡扣拆掉之後 我一開就要更新 還有呢 你假設嫌更新太慢 他有附在USB線嗎 接電腦 然後用DJI的assistant 那個去升級會比較快 我們現在來 利用這時間來裝這個好了 那他這個是 有方向性 上面他會寫 例如這個寫 RF RF 就是前面 然後這裡寫 RR 就是 後面 然後在中間還可以 喔 還可以這樣連起來 所以你這邊也可以 事先先連起來 這個是 LR 好 他這邊邊有連起來 會變成這個樣子 好大一隻 不過因為我們在室內 假設大概要飛起來比較安全 那這邊呢 你要選 那這邊你要選 那這邊你要選擇 呃 OK U-Air 然後選進入設備 然後選擇連接飛行器 好 連接方式 有線 好有線 第一次 展開機壁 安裝電池 OK 好我們都做好了 開啟飛行器按遙控器 OK OK 好 出現下一步 然後 Full charge the battery before first use OK 我知道 下一步 好 連線成功 完成 然後你看吧 固件要更新 呃 切換 偵測飛行器 偵測不同的國家地區 使用飛行箱 這東西 OK 確定 滑動刷新 開始下載 剛上來 一個網友來拿那個 那個 這個 欸 剛剛他都下 然後 他也沒飛過 不過我大概跟他講一下 就是要小心 其實飛行器 沒有 沒有 你說難嗎 有一點點難度 但是小心就好 結果 結果他拿這個給我 欸謝謝 謝謝 果龍 果龍 因為他就是那天我 呃 滑毒人經過他叫我的 對 他 買了兩樣東西 一個是 一個是豆花 然後這個是 哇 麻糬耶 都熱的 謝謝 謝謝 好下午茶 我這網友拿來的 豆花跟 燒麻糬 好 回過來這邊 我們現在來 喔 再接過來他現在變成要我激活 好不好 先激活 同意 鹹魚爸 Mavic Air 好 OK 我是美國手 下一步 公 公 自 MS OK 這個 不用新手模式 下一步 激活 因為我已經把他激活了 我待會 有時間就來買一下 Apple 不是Apple DJI 我待會有時間就來買一下DJI Care 好 重啟飛行器完成激活 好你點重啟他就重啟 激活 激活成功 我還沒有升級 也可以飛 好我們先讓他啟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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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boxing 抬個 滑 好 太迷滑了 作品 假悬 動不太 直接 glance 不然是可以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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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試試試看能夠有多快速 好 好 我們現在進入DJI商城 但是你要進到大陸或者是香港 台灣的你買不到 買不到Key 因為我要編路 所以把它放在這裡 然後接下來呢選擇DJI Care換新的499 AIR 然後開始選購 機身序號 機身序號 好 好 好 到第二個步驟的時候啊 手機號碼就隨便找一個啦 隨便找一個手機號 但是要符合大陸的格式是實位數 好 然後使用優惠券 好 使用優惠券 我之前有買過 所以它有優惠券 就把它用掉 到支付頁面 然後 我之前是因為為了 為了我知道會買這個 所以 我 支付寶裡面已經先放錢 所以呢 就打開支付寶 它的功能是掃一下 你只要掃一下 立即付款 好了 就這樣買好了 至於 是不是一定要買 DJI Care 不一定 不一定要買 不一定要買 買是說讓你心安 萬一真的掉了 你自己 自己人為掉了 的風險 有人幫你付 可是呢 你買DJI Care 你必須自己 把空拍器寄回到大陸的地址 那我 我會買的原因是 因為我大陸那邊 有 像有滑板啊 或者是一些買賣 有認識一些賣家 他們的地方都可以讓你把東西寄回去 只是要麻煩人家而已 所以 所以一般來講 嗯 我是不會幫人家弄 因為 不是我的東西 我要幫人家弄 去放在人家那邊 究竟怎麼樣 不知道 可是我的東西 我拜託他們 他們員長會同意 可是你說會不會有風險 也有可能我寄過去 就不見了 對 這個 這個有風險線 好 買Care真的沒有很難 但是 但是 對有些人很難 就是因為 第一個 你沒有大陸的手機門號 第二個 你 將來發生事情的時候 你可能沒有大陸有人 可以幫你收件 這是第二個 那第三個 支付上面會有問題 因為 要嘛你用支付寶 要嘛用微信 這兩個都要綁定 而且綁定 裡面有餘額 不能用信用卡 那我 我本來就有支付寶 可是我裡面永遠都沒有餘額啊 沒有餘額的情況之下 你就沒辦法 沒辦法付錢 那就變成要找 找人家幫你把款 存到裡面去 那像我這一次是 我這次費了好大的功夫 就請人家先把錢 存到 大陸的戶頭 再從大陸的戶頭 轉到支付寶 過了兩段 過了兩段 對 以上是簡單 那個DJI Care買的方法 他真的不難 不難 但是 要不要買看個人 看個人 不是說一定要買喔 因為 你買的既然已經是公司貨了 已經公司貨了 有問題送修 就是送給代理商 然後 只要非人為 非人為的話 保固一年 可是如果是人為 一樣他幫你修 但是你要付錢 這時候 如果你有買DJI Care Refresh的話 錢就由DJI幫你出 基本上是一個保險的概念 只是說因為我們台灣目前沒有 所以這樣子的保險 買了 對我們來講 不是那麼方便 對 但我還是買啦 我還是買 我還是買 目的是 一來是 也教你們怎麼用 如果你們真的有需要的 然後每次都有買 反正用不到 我希望用不到 對 OK 那就是這樣子 好 回家 6點32 今天來 都在玩飛機 搞飛機 然後 現在回去 然後 要去買 SKIA 跟上禮拜 一個 不下 其實今天要是天氣好 我也沒時間出去飛 因為光 開箱 然後 升級 然後 買DJI Care 時間就差不多了 然後我今天還問一下 先創那邊 好像還有兩台白色 我說好吧 都來 都來 禮拜一都來 今天的套件沒有到 糟糕 包本的套件 包本的套件 好 也不得適合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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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混蛋 看到 你 收取 好 噢 謝謝 謝謝 對 I'm only one step ahead of heartbreak One step ahead of misery One step is all I had to take That was to be the same old fool for you I used to be I'm only epad box What is this? This 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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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right It's stuck What has this relationship? Urgh.. Urgh... Using up Ur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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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好 這是你的 充裕 這是我的